您好 欢迎收看3月12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年纪见长的老大人吞咽能力也跟着退化 华联县政府启动了我协助您好吞的护老政策方案 提出四大招三技巧训练长者吞咽机群 减低因为吞咽困难引起的风险 同时县长也很肯定了社区失智服务单位 长照站等单位工作人员持续无私的风险 华联县卫生局12日上午宣布超前部署 启动华联县我协助您好吞护老政策方案 由万龙乡老人会表演揭开序幕 并颁发109年基优失智证照护中心等单位据点感谢状 活动联合华联词院等医院 展示我协助您好吞方案教具及说明示范 照护其他的长辈这是我们人工作以及使命 但是这是非常非常神圣的大案 所以在座我们是不是所有的贵笔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我们的照顾员 是不是给自己我们也给所有的照顾员 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我们其实用一些非常简单的道具 来增加我们的老年人的口腔舌头嘴唇 和肌肉 他的肌肉的肌力 以及他的协调能力 那所以我们会在各个 当然一开始我们是在私事据点推动 但是我们相信未来这个要推动到 所有的长照的据点包括文件站 包括社区关怀据点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在年轻的时候 所谓年轻的时候就可能他们已经是65岁了 甚至其实我们在50岁都应该来学习 怎么样借由这样的运动 而让我们的吞咽能够顺畅 华联县自行研发的我协助您好吞方案 透过四大招 鼓动双唇 弹跳舌头 伸展咽喉 挤鼓动双甲 以及依长者口腔状况被参关键三技巧 有牙齿 严重缺牙 无牙齿 此番提早发现或掌握 延缓高龄者吞咽障碍早上升 记者讲帮演华联士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